唱你的歌 拍拍你的手 下插你的眼来 甩甩你的头 扭言不会唱首 清朝成果就 只要我的朋友和我唱谁手 首舞读到横唱朋友歌 是五六年级声 听到就能更唱的旋律 嘿嘿 我的朋友 让我向你来问候 抛开烦恼很忧愁 享受人生了悠悠 朋友歌由孙玉主唱 曹大伟写字符曲 旋律超洗脑 一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 我是一个小人物 出车斑斑出国乎 换你容华和富贵 对我好比了色粉图 1979年孙玉搭档 陶大伟和夏玲玲 推出快撞综艺节目 小人物狂想曲 演出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 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装成很内行的样子 不要被他们认出来 我们是向下来的 好 千万里 这个表有多少钱一斤啊 什么 一斤啊 他第一个是说 多少钱一台斤啊 威胁语调夸张表情 孙玉是天神综艺咖 连她的个人形象 都被创造出玩偶孙小猫 在儿童界超受欢迎 我是四十四只十七子中的十十字 我是四十四只十四只中的十四只 当年孙小猫和陶大伟搭档主持 配音是王伟中 孙小猫还被提名 金钟奖最佳儿童节目主持人 但因为不是真人而撤销 她还跟陶大伟张小燕合出专辑 由自己的主题曲 猫猫猫 张张的头发带着小圆猫 大人小孩都叫我孫小寶 孫小寶 我孫小寶 我實在不得了 各位好 我是孫小寶 我爸爸是孫悅 我好像是在日本生的 但是 要是才是我們的 本尊分身 在動一圈大展全教 不過孫悅早年都在戲劇界發展 1972年轉戰電視綜藝 在白嘉莉主持的銀河玄宮中 和張小燕合作演出短劇 成功轉型諧星 兩人也結尾望年之交 你的照片好像比我多 對耶 我的照片 對 泳裝 綜藝大姐大 在孫悅的詭異錄中 還是個小少女模樣 張小燕在孫悅的後半身 扮演重要角色 加上陶大尾 成了觀眾心中的結感單元度 我跟孫悅有一個合作的時間 然後孫悅跟陶大尾 有一個合作的時間 但基本上我們三個人 其實是沒有什麼合作的 可是任天宗不管什麼節目 常常想到過去的綜藝節目 就想到我們三個人 我多想看看你的臉 我多想和你肩並肩 每次過年我回憶一遍 一直從前藍香到深藍天 好朋友 老朋友 三人一起拍公益廣告 一起向粉絲賀年 也會吵鬧 但感情更好 媽媽生氣對她說 應該不應該 媽咪啊 媽咪啊 很好啊 所以本來當時有怎麼樣嗎 那個喔怎麼樣 不是 喔的 她那個音就不穩 知道嗎 我錄了很多次 大家很不耐煩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吵起來了 你那時候怎麼罵孫叔叔 我讓你這個笨蛋 然後她叫 媽媽 擦擦擦擦擦 你才笨蛋 為了一個喔 孫月和陶大維冷戰 激烈的童搖神曲小英靈 再老都難忘 孫月唱歌 孫月唱歌 曹大維所拍子 小經理也是曹大維寫給他唱的 當年每個小朋友都能分上筆字 讓孫月全霸而同屆 但對七八年級生來說 孫叔叔又有不同年貌 孫叔叔現在要說的 就是牛頓的童年 化身孫叔叔 孫月用獨特的低沉嗓音講故事 從綜藝轉型知性 他的形象永遠正面積極 各位好 我是你們的老朋友孫月 不管他是孫月 孫叔叔還是孫小毛 每個世代的觀眾身邊 都曾有過這位老朋友 我去得了 你也不在衣服 我不在衣服 我去得了